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略微有所回设 目前报价1466美金附近 美国石油和英国石油也是接连上涨 目前报价英国原油62块2毛 那么澳元兑美金依旧是在0.6835附近徘徊 没有太大的波动 昨天我们看到了中国方面传来的一则新闻 就是关于万达集团 那么王思通作为国民老公 目前是被限制了很多的资产 包括被法院冻结部分资产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让大家 大跌眼镜 因为之前谁也不会想到 国民老公王思聪和王健林先生 在资产或者是企业方面 竟然能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 包括万达集团在线下 这种商业地产模式 以高借贷的形式进行高速的扩张 目前负债比例高达2000亿 那么鼎盛的时期 负债资金借贷 借款额度达到4000亿人民币 那么这样的一个额度在目前商业环境非常不景气的情况下 万达集团里面 大家可以去商场看一下万达广场 一个城市甚至能开3到4个 甚至5到6家万达广场 但是人数呢 已经是远远不如当年 所以线下目前的商业环境非常的恶劣 那么很多地方的万达广场里面的租金呢 也是没有办法完全把所有店铺都出租掉 那么线下不容易做 那么线上我们看到最近非常火的还是双十一 但是呢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是出具了一则报告 是关于双十一的 那么最终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字 就是1000块人民币 那么在双十一呢 人均消费中国大陆呢 只有1000块人民币左右 这个额度是非常低的 因为在双十一这么火热啊 大家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 基本上是买不了什么大件的 那么这种情况看来呢 大家的主要消费力主要是集中在 20 30 40啊 几十块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水平 到一两百人民币 所以呢 优质的一些啊 包括我们说的像电器啊 或者是常消费的啊 非短期消费的这些产品呢 那么在双十一的表现都是比较差的 并且呢 高质量的啊 价格稍微贵一点的商品呢 在同等产品里面啊 那本身呢 是很难卖出去 很大的一个数量的 所以呢 目前在双十一面前呢 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 消费依旧是在降级的啊 那么消费降级呢 就会引发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优质的制造企业 或者是产品比较优质 那么它价格高一点点 但是却卖不动啊 这样的一个悖论 就是我们常说的 劣币驱逐良币 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在短期内也不会得到缓解 所以说呢 我们虽然看到了双十一的数据 中国消费力 是比去年有所增加 但是呢 单个消费个体的消费力 是在下降的 也就是说啊 已经目前大家该有的东西都有了 那么收入方面 没有太大的一个进步 所以呢收啊收入和支出的一个比例 慢慢呢啊 是越来越小的 那么线下和线上目前都不太好 那么大家也要避开啊 长消费类的 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周期里面啊 像隔离电器啊 像汽车啊 这样大众戴姆勒这些 那么澳洲呢 像这种线下的零售业啊 比方说跟万达很像的 就是迈尔类似的一些啊 商业物业 那么还有一些呢 类似于Kogan 对吧 就属于线上的商城还有JP HiFi 那么这一类呢 目前啊 我们看到的澳洲 这样的一个经济情况呢 也是啊 股价表现非常的差 除了Kogan呢 其实今年还是有所上涨 迈尔的股价呢 已经是一落千丈 那么在GOMES呢 大家如果是觉得 这支股销未来在一到两年啊 或者是半年以上的一个周期不看好 那么大家呢 就是可以考虑适当的去做空 那么传统线下商业环境和线上啊 结合在一起呢 其实呢 啊 就是一个消费周期 延长啊 再加上一个消费的降级 再加上地产行业和商业地产 都是非常的差 那么商业类的股票啊 商业地产类的股票就更不能碰了 所以呢 这些数据 告诉我们未来的一个投资大概的方向 要避开哪些行业 但是呢 双十一有一个非常亮点的地方呢 就是在于化妆品消费 啊 2018年呢 只有一家公司叫OLE 在线上双十一的活动 当天突破了五亿人币的销售额 但是今年2019年 有超过四家啊 公司包括雅士兰黛 兰扣进入了十亿俱乐部 也就是去年呢 老大才是五个亿的销售额 但是今年呢 已经有四家啊 这样的话就是四十亿的销售额 所以呢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95后00后呢 对于化妆品类的需求是非常高的 并且呢 大家指95后啊 00后没有人不懂这个行业 没有人不懂这些产品的 那么未来呢 这一部分消费全体潜在的消费力啊 不管是人数和单个的消费个体的一个消费力 都是在增加的 因此呢 创造出了一个成数效应 染湿蓝带的股票呢 是在美国上市的 大家也可以在购买一次关注 并且呢尝试一些购买美股 因为美国股下我们看到的表现非常不错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长期一直是上涨的 即使在金融危机啊 07年之后 也是快速的恢复过来 并且连续创出新高 历史新的新高 但是我们回过看澳洲的股市和中国的股市呢 一直是默默唧唧啊 上也上不去 慢慢的往上爬 那么澳洲股市到了现在也没有能够继续突破前期高点 但是呢 道琼斯和纳斯达克却连续还在上扬 所以呢我们啊 澳洲的股市呢 依旧是以美国股市作为一个参考和支持 那么澳洲股市呢 虽然大盘没有涨 但是个股却已经开始屡创新高 尤其是以医药行业为主 包括CSL 目前股价已经是突破了260270澳币 那么NAN也是接近7块2历史新高 那么这些股票呢 我们在过去也是给大家不停的去做推荐 为什么呢 第一呢 医药行业啊 是一个中长期的 大家呢 是靠专利 如果是你研发出来一个产品啊 有垄断效应 那么技术是核心 这样的一个医药公司呢 未来就会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现金流收入 第二点呢 就是一旦一个新的疫苗研发出来 那我们打不打疫苗 肯定是要打的 任何一个产品 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去买 但是疫苗这一类的呢 它的市场受众群体 那是几十亿的一个人口 所以呢 它的消费啊 或者是潜在的市场规模是非常大的 大家在未来呢 依旧是要关注这一类的行业和板块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目前经济情况 恶劣的情况下呢 大家如果是看到黄金这种产品呢 价格跌下来了 或者是有不错的一个进场价格 大家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资金和情况进行调整 或者适当的买入 那么我们在11月24号 依旧是大型的年终活动 邀请到了戴若顾比金融教父 大家如果是要报名的话 欢迎拨打电话 03-8658-0603 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来报名和小束手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